購買了一支藍牙無線麥克風 希望利用電視盒來當作家庭式的卡拉OK 先看到這支藍牙麥克風 其實它的按鍵非常的簡單 有一個M鍵 可以做男生、女生、娃娃音的切換 下方是麥克風 可以做音源輸出的切換 左側的上下鍵是麥克風的音量 以及音樂的音量調整 按下最下方的電源開機 藍牙演技成功 開機之後有彩色的眩光 打開防暴音的海綿 可以看到結構非常的簡單 有喇叭 上方的麥克風 目前麥克風上面藍燈閃爍 表示藍牙未連接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了一波盒子的主頁 選擇藍牙 然後連接我們的麥克風 L8 Pro 藍牙連接成功 顯示連接已成功 如果第一次連接藍牙麥克風的話 可能要多試幾次連接取消連接取消 直到藍牙連接成功 接下來我們想要唱歌或K歌 我們當然需要唱歌的軟體 我們可以到恒星商城 可以找到有唱響K歌 學名K歌 都可以下載安裝來使用 回首頁 或是到上方的商城 到Play商店 我們可以找到合法的K歌軟體 例如說美華卡拉爸 進行安裝 安裝完成之後開啟 我們可以看到版權聲明 是得到授權使用的 進到首頁之後呢 可以啟用序號或是免費服務 那麼因為現在是在做測試 所以我們就選擇免費服務 進來之後選擇任意鍵 可以看到有熱門推薦 國語排行 隨機選一首 順便測試一下藍牙麥克風的音響 熱門推薦好像太難了 國語排行 因為我不是很會唱 所以點一首簡單一點的 好 恰是你的溫柔好了 選擇之後 按左鍵 播歌 那我們就測試一下藍牙麥克風的音響吧 那這邊說明一下 它的音效呢 還是從麥克風的喇叭做輸出 同時麥克風 你唱歌的聲音也是從 麥克風上面的喇叭去做輸出 那麼這裡也可以看到 從遙控器可以做聲調 降調 導唱 以及切割 我們說的沒有哭情 好 接下來我就先關閉掉麥克風 好 那把電視盒回首頁 所以呢 利用電視盒來做家庭娛樂的卡拉OK來使用呢 其實只需要有一個藍牙音響麥克風 其實就可以簡單的搭乘 那麼如果說呢你想讓音響的設備或音響的影子能夠更好呢 那我們知道說在電視盒背面的光纖輸出 或是AV輸出 可以把它連接到更好的音響設備上面 那麼所以呢 以上就是簡單的利用無線藍牙音響麥克風 來達成利用電視盒唱歌的需求 作詞&字幕作曲 李宗盛 作詞&字幕提名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